哈喽大家好我是道者请回忆 只做有意思的遮纸 我又回来了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做一个 减压一只类的组合遮纸玩具 我们就称它为百变立方体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立方体 但是呢它能变换出多种造型 我们来看一下 好变形 再变形 变形 好再变形 最后变形了一个菱形十二面体 其实它是有很多种造型的 别看我现在变来变去这么简单 等你自己做好之后 你就会发现变出这几种造型 找出它变形的规律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办的过程很好玩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做一个吧 折这个作品呢 我们需要两张A4大小的纸 我这里用的就是 我自己店铺里的牛皮纸 首先我们把这两张纸裁一下 把它平均裁成四个小双方形 裁完之后两张A4纸 就得到了八个小双方形 我们用其中的六张来做它的本体 然后把这两张小纸 再次平均分成四份 我们还是取其中的六份 剩的这两个小小长方形就不要了 这六个小小长方形 就用来做连接器 我们先拿出一个这个较大的纸 开始来折 折这个作品 我们需要折的非常精确 否则到最后翻着玩的时候 会很不好翻 首先我们沿着短边方向 上下对折 翻到背面 沿着长边方向左右对折 看中间的纸痕 把这张纸 分成了上下两个小长方形 我们把下面这个小长方形 折出两条对有线折痕 可以这样 先用一个手指抵住一个角 把它确定之后 然后再找另外一个角 我这里是两层纸一起折的 如果你用的纸比较硬 可以一层一层折 这样一起折 主要是折的快一些 如果你是一层一层折的话 精确度会更高 沿着这个折痕交叉点 向下竖直这一条折痕 记住啊 纸折这个交叉点以下的部分 打开 上边这个矩形 这两条侧边 分别向着中间这条折痕对折 然后整体打开 再把它翻回到正面 如何区分正面还是反面呢 我们看中间这条折痕 如果它是一个这种骨折 这面是正面 这里我们稍微整理一下折痕 下面这两个交叉的折痕 把它都整理成骨折 也就是向前折的 这两条过中心点 竖直向下的折痕呢 是三折的 是向上折的 可以这样整理 接下来看这两个折痕交叉点 把它们连一条线 上面部分形下折 好了 把上面这一条条裁掉 这样其中一个代员的折痕就折好了 我们并不需要把它折起来 把剩余的五张纸都折出这样的折痕 这六个都折好了 我们可以先翻到一边 接下来我们来折这个小小超方形 也就是它的连接器 这个连接器非常的简单 先沿着长边左右对折 把它撞过来 上面的这两个角分别向底边对折 先折哪边都可以 是一样的 然后再折另外一边 折完之后 这里是个三角形 翻到反面 同样的折法 我们需要把这个压在上面的质层 涂上一点胶 我这里用的是白乳胶 其实只要能粘上就可以 什么胶都可以 涂完胶之后把它这样粘牢 粘完之后 这里是一个三角形的口袋 是可以撑开的 看一下 主要就是为了要这个三角形的口袋 反面这里也粘一下 好了 这样其中一个连接器就粘好了 这样的连接器一共做六个 好了 这样六个连接器也粘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组合 我们先拿出这张大纸 看一下 它上面的折痕和下面的折痕是不一样的 注意看它的方向 这里有条折痕 这边能折的是一个三角形 看到了吧 这边也是 但是下面没有 下面没有那个三角形 我们就以这个三角形作为一个标记 来区分它的方向 先把第一个单元这样向上放着 第二个单元把这两个三角形朝下 这样的话 这两个三角形就可以对在一起了 它们俩是重合的 然后按照这个规律 把剩下的纸这样以上一下的摆 看懂了吧 然后连接的地方 我们就用这个连接器 这个三角形有两个口袋是吧 就把这两个角带到口袋里面 但是这两个角容易掉出来 我们可以在塞的时候先涂上脚 另外这一边也一样 这样的话 这两个单元就连接到一起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先套上 然后翻过来 从这个缝隙处向里面抹胶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式 把它们先都连到一起 这样先连完之后 会剩下一个 最后用来收尾相连 接下来到了一个关键的步骤 就是沿着折痕把它向里面收 一步一步看 先看这条折痕 把这个角向上折 让这条侧边搭到这条折痕上 把这三角形抬起来 这样用胶固定 这里做完之后 它不是扁的 它是一个立体的 看到了吧 然后我们继续看这里有两个小三角形 看到了吧 中间有一条骨折 把它这样向里面推 这两个小三角形可以这样粘到一起 但是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大三角形 它也是可以这样向里面推的 看到了吗 这里有个凹陷 把这条折痕 塞到这个下面 它俩是同时向里面推的 其实它们是相当于锁入了 锁在一起 看到了吗 这个缝隙也可以涂上一点胶 剩下的这部分 这两个小三角形可以这样互相对折到一起 剩下的这一小块先不用管 它是用来最后手尾相连的 看懂了吗 这样其中一个小单元就折好了 其实剩下的折法都一样 但是方向不太一样 这里还是慢速度做一遍 先把这里涂上揪 把这条侧边向着这个三角形对折 折出一个立体的结构 这两个小三角形是可以这样对折的 下面这个大三角形也是可以这样向里面对折的 把下面突出这条折痕塞到这个下面 同时向里面折 看懂了吧 就只有这一块是稍微复杂一点的 如果你看懂了就会了 看不懂就多看两遍 剩下这一块也是把它左右对折 但是这里呢就是到那个连接处了是吧 我们先把它打开 把这个连接处先涂上胶 把这个连接处先塞到这个里面 然后再合上 多固定一会儿 粘牢 这里的动作稍微有点乱 但是实际上还是很简单的 我们需要耐心的看一下 它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把后面的都处理完 好 粘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手尾相连了 我们看一下最开始这个地方 我这里有点粘枣了 一会儿套它的时候可能有点费劲 好 先把它套上 然后把这个角塞到这个里面去 还可以还是很好塞的 然后我们这样把它套上 从外面这个缝隙里把它涂胶栈牢 然后剩下这小块同样涂胶栈牢 这样等胶干就可以了 好了这样就做完了 我们就来简单的玩一玩 它是可以这样翻的 可以变换出各种造型 比如这样 现在它是一个菱形12面体 打开 把里面这个往外翻 变成一个这样的形状 看正面 这边是三个六边形组成的 我们继续再翻 好这样的话 外面是六边形 里面是三角形 看到了吧 其实我现在也是随便翻的 它可能有很多种造型 我们来慢慢试一下 这个就还是一个12面体 我想想怎么把它变成一个立方体 这里的三角缝隙打开 又变出了新的形状 是一个三角形 好了 终于把它变成一个立方体了 看一下 是不是很好玩呢 具体它们是怎么翻出来的 没有详细说明 需要大家自己去探索 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就是你做好之后 把它分别翻出这几种形状 立方体 这种三个六边形 反面是这样的 这样的形状 这样的三扭形 还有一个12面体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倒车请故意 只做有意思的遮掷 这种调整的形状 就是